这是一把卡靠无挂服的顶尖大势军,此刻已经是绝对权了,目前我方剩余两枚学手,而且我们所处的位置已经不在安全区了,这个时候点内都是有人的,想必很多人都会选择不打架,继续开车找一个地方稳住,但是不行的兄弟,该打的时候一定要打,因为你们看嘛,这个车座外面是一个反驳,这可以保证我们过去的时候,他必须给我们大声位才能来打我们,并且他们也不好出来反架我们,他们只要赶出来,对面上的了就会点他们,直接跟我形成一个两面家机。 来,跟队友协同好后,开始操作。 队友无伤到脸后,扛住压力的同时,我也要边架边进圈的,这圈是扛不住的。 队友扛压力,我打侧身,讲道理,你们一点脾气都没有好吧。 纯反应,纯手术,轻松打下那个厕所后,圈又给刷走了,真的挺难打的,因为右边伤已经是架住了的,而左前方信息一直没有,只听到他们在开枪。 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好,桥到船头自然难死。利用他们喜欢抽把的心理,我让我队友假装填包,我来拘他们。继续跟队友协同好后,开始操作。 直接点掉后,立刻去补充一下道具这些,我的甲已经裂了,没甲两枪我就倒了。 你们可以看到,左边打我们,右边杀伤的也准得没,来,圈要刷了,你们说,这个圈怎么打。 就在我很绝望的时候,对面三人人死亡,应该是我拘捣了那个人,他队友在救他的时候,被麦典的臭撤死了。 那么别人给几个多点要把握住,把我救下来后,队友直接是过去接听他们的点位,这一波我们直接在圈内化身化死人了说是。 至于为啥这么有知性,来,你们看图,我和我的队友已经在圈内形成了一个什么,90度的枪线。 那么,在这么小的圈的情况下,只要相反不满,吻吃了好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大家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